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两个点电荷 一个带正Q 一个带负Q 当中距离是两倍的A 固定的A 因此这个系统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偶极 我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P就是偶极举 那它的大小就是等于这个距离乘上正Q 那就是2A乘上Q 当我们把一个电偶极摆在这里的时候 那这里是它的一个平 这是终点 正Q跟负Q的终点 然后这是垂线 那么这个当X轴 这个当Y轴 这个就是当远点 那么距离远点R远之处 方向是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它的极坐 它的坐标我们可以用R theta 注意要这个跟一般极坐标不一样 一般极坐标从这里算过去 那我们现在算偶极举的时候 算偶极的时候从这里算 是R theta 然后它的远卡尔坐标是XY 现在要计算P点的电位跟电场 电位跟电场都要算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求电场有什么方法 我们算一下 点电荷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场 高斯定律求电场 那电位呢 它也是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状况呢 这个是一群点电荷 两个点电荷就是一群点电荷 好那么一群点电荷 我们有求电场的方法 有计算电位的方法 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 求电位的时候呢 它是两个点电荷 单独产生电位 它的存量核就是这个系统的电位 那么电场呢 是两个电场的向量核 那因此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电位比较容易算 因为它是存量核 电位算出来以后啊 我们可以由电位来求电场 由电位再求电场 好这就是我们把题目分析啊 你做一件事情要先分析啊 这个是什么事啊 我曾经学过哪一些 或者我可以用哪一些原理来解决啊 好 现在我们已经决定 现在我们已经决定用一群点电荷求电位的方法计算电位 然后再由电位来计算电场 好 决定好了 好那现在我们 你看我这里讲的就是这样 求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较易于求电场 故以先求电位 再由电位求电场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方法 好 然后呢 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我们就用 它就只有两项 我们就直接写两项 它是4πε0 R plus 我们把这个当做R plus 然后再加上4πε0 负QR minus 就是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要求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你这R plus是什么呀 R minus是什么量呢 那我们从这个图上面来看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我们用余旋定理 你知道这个 所以这个边长 可以用这两边的边长 跟这个夹角来做 就是说R plus square 等于R square 加上A square 然后再减掉2R a 2R a cosθ R minus呢 因为这个是π减θ 所以它是减一个 2R a cosπ减θ 就变成加的 好 这两个我们都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一个一个求 先求这一个 先求这个 好 那么我们就把 R plus 我们先看看这个 我们这里把R plus提出来 这里 我们把 通通通提出一个R 提出一个R 然后再把它导数 那就是这个 你看我们或者是先开平方好了 开平方 然后导数 R分之一 R plus分之一 就是这个 开平方的导数 然后我们把这个R提出来 R这个就变成一了 这个就是R分之A平方 这个就是2A cosθ 好 这个量 里面 你看我们这个题目是说 A圆小于R 就说你这个 偶级的距离 比这个R要小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二相式定理把这个展开 因为这两个都 都比A小 比E小很多 好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展开 展开 1 然后减掉二分之一 乘上这一项 然后再来高相我们就 先不取看看 可不可以 好 然后呢 R minus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 开平方再颠倒一下 提出R来以后 用二相式定理把它展开 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两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所以V R θ 就是等于 这两个加起来 其实这两个是相减 相减 就变成这个 那我们就不仔细 就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Q乘上2A是等于P 等于偶级矩 那么 就变成P cosθ 那P cosθ 我们可以写成P向量 dot R univector P向量是这个 这个方向 P向量 R univector是这个方向 大小等于1 所以呢 P dot R univector 就是P乘上1 1 乘上cosθ 那这个 那这个就是 电偶级 它在这个位置的一个 电位 这很出名的 这个 你们将来要 如果要学电磁学的话 这个都很重要 这个结果都很重要的 好 现在电位求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再用一次这种 用点电和求 电位 电场的方法呢 不要了 不要那么求了 那么求就是太笨了 我们有的电位 就可以由电位来求电场 这是偶级矩 好 那么我们现在由电位 计算P点的电场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迪卡尔坐标 我们 我们把电位 用迪卡尔坐标来表示 因为刚刚我们的电位 是用 用这个 不是用迪卡尔坐标 那么我们里头有theta 有r 但是这个theta r 题目并没有给我们 题目没有给我们 那现在我们 不是题目没有给我们 就是说我们现在 要求这个 电场的话呢 我们 没有求过 就是说我们没有讲过这个 圆柱坐标啊 或者是球坐标 它的一些片尾分 所以我们现在用 迪卡尔坐标来做 好 我们就把r等于 x平方 将y平方 开平方 cosθ呢 要看图哦 cosθ 它是y over r 把它这个带到这个 刚刚的v 里面去 v 刚刚不是pcosθ吗 对不对 pcosθ cosθ就是y over r r就是这个 r 三次方 r本来是平方 因为这里又 有一个 r 所以就变成r 三次方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说 ex呢 是等于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的负值 这个式子要记住 然后你就把这个式子 对x做偏微分 把y当作是常住 对x做微分 好 这个微分呢 你看我们慢慢来 把这个 画成这个 这种形态 然后就是 负二分之三 乘上这个的 负二分之五 然后再微分这个 再微分这个 x平方就变成rx 对不对 然后你化解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 ey呢 也是一样 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 就把x当常数 y当作变数 来微分 来微分 OK 你看我们 我看看 好 没有问题 刚刚是y是常数 所以提出来 现在这个x呢 x是常数 但是x在这里 y呢 有两项 所以你就要 要先把 这个当常数 来微分y 然后再把这个 当常数 微分这个 这个跟刚刚上面 那个是一样 然后画一画 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的 然后ex ey 我们都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得到 1的向量 就是等于 1x呢 这里呢 加上一个 x的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你看它 共同向都提出来了 4π ε0 x平方加 y平方 2分之5 3分之p都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 电偶机的 电位跟电场 所以我们做这个题目 你要先分析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结构 然后你要 这个结构 你要求的话呢 要求 要求电位跟电场呢 我们就把电位 电场的方法算一下 然后我们知道 电位呢 又是存量核 所以我们用求电位 电位做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由电位 来求电场 好 现在我们看第三个 例题 这个图 就是说这里有个圆圈 半径是R 这个圆圈 这个地方啊 就是分布的电荷 总电量是Q 这个总电量是Q 分布在这个上面 现在要求经过圆心 与这个面 垂直的这个轴 我们称它叫做Z轴 Z轴上面有一个P点 P点距离这个圆心 是Z圆 求P点的电位 跟电场 又是电位跟电场啊 好 那么我们就 也是一样啊 电位有什么方法 电场有什么方法 我们都算一遍 然后这是什么样的电荷分布呢 是连续的电荷分布 如果是连续的电荷分布 那我们都是用积分来做 电位也是用积分 电场也是用积分 但是电位比较简单 因为电位是存量 它的积分本来就是存量 你电场呢 是向量 向量比较难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 这个题目 还是先求电位 由连续电荷 求电位的方法 你看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它因为直接可以积分 所以不要写DV等于 4πε0 分 指1 成DQ over R 不要先写这个 如果电场的话 就要先求它的微分式 因为你要把它分成分量 这个不需要 就这么样子好了 那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就要先取一个电荷的激素 DQ 你要取在哪里呢 当然是取在有电荷分布的地方了 那我们就画在这里 图画出来 DQ 取DQ在这里 在圆周顶端取电荷激素 DQ 有图在这里 一看就知道 是在这里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么这个激风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封闭路径的激风呢 因为这个路径 就是这个电荷分布的这个区域 是一个封闭的 所以我们就写封闭的 那么现在要激风呢 你看这个R呢 是常数 对不对 因为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的距 任何一点到这里的距离都是R 因为这是垂直嘛 所以R可以提出来 R提出来就剩下DQ积分了 DQ的积分就是说 圆着这个封闭路径的电量全部加起来 那么就是这个总电量Q 所以V就是这个 但是我们用这个来表示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量R 它没有给我们 它其实只图 这个R是我 做题目的时候 要告诉你说 DQ离这里有多远 它题目只告诉我们这是Z Z走 Z跟R 要用这个Z来表示 Z跟R来表示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R 画一画 R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那R是等于这个平方 加上Z平方开二分之一次方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就是电位 这个就是电位 你知道电位了以后 我们就用电位来求电厂 再由电位求电厂 你看这个式子 在迪卡尔坐标来说 它没有X没有Y 所以partial V over partial X 等于0 partial V over partial Y 等于0 它只有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对不对 你就把它对Z来做偏微分 你就对Z做微分了 微分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式子 我就不仔细它 你们自己回去 好好的算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电厂的Z分量 那么电厂 它的向量呢 它就是 X univector EX是0 Y univector EY也是0 然后就是Z univector 称上EZ 就是这个 所以电厂就是这个 好 那你看看这个问题啊 这几个例题都是很详细地告诉你啊 你要求电位跟电厂一起做的话 你要先看看哪一个比较容易 电位容易还是电厂容易 电位容易先求电位 再由电位求电厂 也有的是电厂容易 电厂容易求 然后再求 求了电厂以后 再由电厂来求电位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题目 电荷Q 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的面上面 在球面上哦 距球星R远处 P点的电位跟电厂 球星R远处 这个就是R远 R远 OK 好 那么我们也是分析一下 电位电厂有什么方法 计算 都算一遍哦 这个是什么分布啊 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电 电荷的电位跟电厂 我们都学过啊 用积分做啊 如果用积分的话 当然是电位比较容易咯 因为它是纯量积的积分啊 好 但是我们看 这个电荷分布是有球状对称 球状对称的话 它用高师定理求电厂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我要用高师定理先求电厂 然后由电厂呢 再来求电位 现在我们分析是这样子哦 好 那么前一战已经告诉我们 像这个球面上有电荷 就这一点的电厂 我就不再重复了 就说 我们用高师定理球的时候 电厂是等于这个 R大于大R的是这个值 R小于大R的是零 因为它在里头 在这个 等于是一个 电荷都在外面嘛 它在里头这一点 没有电厂 好 那么这个值 要记住 你看这个形态跟点电荷 跟Q是点电荷的形状一样 对不对 那么 如果是面 表面电荷分布这样子的话 Q 那么它的 外面一点的电厂 是这个样子表示 如果这个Q 全部分布在这个 体积里面的话 外面一点的电厂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些结果里面 得到一些 结论 就是说 如果 电荷是球状分布的话 是球状对称分布 球状对称分布 比如说你是一个 均匀分布在一个球体里面 或者说 不同 同样一个R上面的电荷量都一样 或者是只有一个球壳上面的分布 都是球状分布 那么它这个电荷外面一点的电厂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所有的电荷都集中在终点 球星 把它当作点电荷来看待的时候的电厂 可以看成这个样子 那以后这个在做题目的时候也可以应用 这个高斯定律因为我们求过了 不需要再求了 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要你做 你不可以这么写 要用高斯定律把这个求出来 求出来以后我们再用电位差来求电位 就是这个这个式子 电位差求电位 你每次都把式子写出来 你现在要怎么 我告诉你如果就是这个式子 要求电位你怎么做 你现在要怎么做 你被公司没有用 你不会用它 公司告诉你你都不会做 那现在要怎么做 那你要知道 这个积分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AB是什么意思 VAVB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空间有两点 这一点的电位叫VA 这一点的电位叫VB 然后这个外面都有电厂的分布 电厂分布 外面就是这个值 那么它就是电厂 原某一个路径 任何一个路径 只要它开始是A 末了是B点 你这样子也是A到B 你如果这么画一个曲线 这么画一个曲线 然后到B点 也算 也可以 就是这么一个积分 那我们现在就画这样子 这个线积分 这个线积分 那A就是这个路径上任何一点的电厂 现在我们随便找一点 比如说这一点 这一点的电厂 比如说这个就是R好了 电厂就是这个 它R的方向朝这里 DS就是这个路径的切线方向 你既然是选这一点 那么这个切线就是DS DS OK 你有这个要有图 你没有图的话 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干什么的 不晓得你在干什么 什么叫VA 什么叫VB 然后 我们现在就看 现在是大于R的区域 大于R的区域呢 E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它是dotDS 然后R dotDS 你看这个 我们先看 4πA从0分子Q 这是常数了 常数 那R平方分子R dotDS DS我们上次讲过嘛 它是R univectal DR 然后θ univectal R dθ 那么积分以后只有R 只有R存在 DR存在嘛 所以这个就变 这个就等于 我们在电厂里面 已经讲过了 就是DR over R平方 然后这个积分 就是负R分子一 你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它就变成RA分子一 减RB分子一 但是这个结果不是电位哦 这个结果是两点的电位差 我们要求的是P点 假定 这里有一个P点 R远处P点 的电位的话呢 那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就要设定 设定 比如说我设定 RB在无限远 这一点在无限远的地方 它的VB等于零 它的电位等于零 然后再设定 这个RA啊 就是我们要求的R RA 就在这个R这一点 R这一点 它的VA 本来是VA啊 我们就令它等于V 我们就是要求这个 我们把这个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得到V 你看V VB是零了 VA是V了 所以V就等于 这个是无穷 大分之一是零了 所以就变成这一项 4πY0R分之Q 就是R大于R OK 现在我们再看 R小于R的区域 R小于R的区域呢 它的电场是零 电场是零 电场是零 你带到这里 里头去啊 那这个flux就是 这个积分就是零了 那VA减VB等于零 就是里面 随便找两点 它的电位差等于零 那就说A点的电位 跟B点的电位是一样 那就是这个球 这个球面里头的任何一点 电位都相同 都相同 以上的结果显示 球内任意二点的电位差 皆为零 也计球内任意一点的电位 V皆相等 我们现在令 VA等于VB 因为都相等啊 这是一个V 就是V 就是大家都相等 V那是一个常数 是C OK 应该还有一个图 撤出来才对 没关系 我们等着再看那个图 好 有电位有连续性 现在这个C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它是个常数 因为大家都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要从电位的连续性来看 因为你在球里头跟球外头 球里头电位是等于C 球外头的电位呢 就是这样的表示法 对不对 那在球面上这算哪一点呢 算球里面呢 还是算球外面呢 在球面上那一点 也算球里面 也算球外面 所以说 这一点 也可以用里面的电位来球 它就是C 大小就是C 但是C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我也可以外面来球啊 外面就是这个啊 那R呢 就是Approaches大R R等于大R的时候的这个值 就是这个上面的电位 把这个换成R 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值就是C啊 C就是这个里头的电位 V啊 所以球内的电位呢 就是这个值 R小于大R 所以我们电位也求出来了 电场也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把电场跟电位的图画出来 图画出来 你看 电场跟R的关系 这个是球体 这个半径 它的原心在这个原点 这个地方 这个是R 那我们刚刚求过啊 大于大R的地方 电场是这个啊 它是什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Exponential 就是 递减的Exponential 然后在里头呢 电场是零 这样子 你看 电场不连续哦 电场在 等于R的地方 R等于R的地方 不连续哦 电位呢 电位 它就是这个 电位 电位 在外面 在外面的话是 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值 这个值啊 它就是说 V是随着R地界 这个是随着R平方地界 所以 这一条曲线呢 没有这条曲线来得那么陡 这里头呢 它是一个常数 就是四π Exponential R分子 大R分子Q 那在这一点呢 是连续的 因为 你从这里算过来 跟从这里算过来 到这里 这个 电位都一样 好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 把电场跟电位 它的 函数 曲线 画出来 好 再来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电量Q 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的 这是实体 界电子体内 求这一点P的 这是这一点P 它的电场 我们 分析跟刚刚一样 它是连续分布的 连续分布的电荷 求电位跟电场 如果用积分的话呢 都很麻烦 当然电位比较容易 可是 我们的电场 它有高斯定律 可以做 因为这是对称的问题 球状对称 所以用高斯定律 球电场 得到R 大于大R 是这个 R小于大R 是这个 你看 大于大R 这个地方 这个还不是跟点电荷的形态一样 就所有的电荷 都当作集中在这个球星 对不对 你知道电场以后 我们就由电位差 来求电场 电位差 求电场 那我们就 一个一个 去求 R大于大R 你还是一样 这里取两点 这个是VA 这个是VB 然后画一个路径 这是任意的路径 它从A点出发 到B点出发 画一个路径 那么 这个路径上 随便取一点 这就是我们的R 随便这里 取一点 这就算R 然后它的电场 是这个方向 DS是这个方向 这图都要画出来 很多同学做这个题目 也没有式子 也没有图 就是算来算去 结果就写出来了 那你在做什么 人家都看不懂 对不对 我们现在说 大于大R的区域 电场是这个 我们把电场带进来 然后 Q 4 over 4π 0 提出来 里头是这个 这个积分 跟刚刚那个一样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结果 其实跟空心 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是一样的 去 我们看这个形态 因为R在分母 所以一定是 在无穷远的地方 这个分数会等于0 所以R B Approaches 0 我们设定 这个地方的VB 等于0 RA等于R VA 就等于V 把这个带进去 设定这样 以后呢 就得到球外的电场 是这个 这个跟刚刚那个空心球 是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小于大R 小于大R 你就把1 用这个带进来 不一样 你看这个不一样 好 那你把这个4π Y0R 三次方 分子Q提出来 里头就是R 这个到底就变成DR了 DR 这个就 积分就是R平方 R平方 你把这个带进去 就是R平方 减RA平方 RB平方减RA平方 这个只是电位差 你现在不可以 再求一次说 我再设定说 在什么V 等于什么地方 RB VB等于什么地方 然后VB等于0 不可以 因为这个标准 只能够设定一个 你外面设定了 里头就不可以再设定 就按照外面的设定法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用 电位有连续性 电位有连续性 因为你在球面上 我先把这个图弄出来 你在外面一点的电位 是这个值 里头的电位 里头的电位 我们不知道 里头电位 但是里头呢 我们可以说 里头 当这个里头的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电位也等于这个 也等于这个 好 那我就假定说 我在B点 是在这个 B点 本来有AB两点 里头有A跟B两点 我把B点 就设在这个boundary 就是这个边界上面 boundary上面的时候 R等于大R 这个电位 我可以由外面来求 外面的 就是用这个式子求 得到这个 然后 我们就设定 RA等于R 另外一点是RA 就是R R R处的电位呢 我们也要等于V 好 带进去 你看 VA就是V VB VB是 现在不是零 VB是这个东西 要等于 这个量 这个 这有个R 看看 这有个R 三次方 这个三次方漏掉了 这里有个R的三次方 OK 有个R的三次方 然后呢 这里是R平方 这个是负R平方 现在改回来了 它变成这样子 R三次方 然后这个 把这一项拿过来 跟它合并 就变成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R 小于大R的时候 它的电位 那么 现在空间任意一点的 电场与电位的函数 我们就画出来 我们就画出来像这个样子的 好 这是电场跟R的关系 它小于大R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值 小于大R的时候 这大于大R 它小于大R是这个值 它是一个什么 跟R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大于大R的时候 是随着R平方地减 然后就是电位的关系 电位 在外面一点的电位 这外面一点的电位 就是这个值 这个 外面一点的电位 是这个值 等等 外面一点的电位 等等 上面已经取过 就是小R了 这是小R 小R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R一次方 然后在里头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值 V跟R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 OK 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半径为R 无限长的圆柱体 带电体 圆柱导体 它的导体带电 一定是在这个 圆柱外面 单位长度的电量 是Lamina Coolant Per Meter 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场跟电位 好 那现在我们由高斯定律 求电场 因为 我们还是照以前的分析啊 电位有什么方法 电场有什么方法 这个是连续分布的电位 如果用积分算 是电位容易积分 但是因为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它可以用高斯定律做 所以我们用高斯定律求电场 这是我们上次得出来的 你看 这个结果 跟什么结果一样啊 跟一条细线 就是跟这个电荷密度 分布在一条很细的线上一样 直线上一样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 第一个例题啊 连续分布电荷 电场第一个例题一样 所以说 在圆柱对称的 这个电荷外面一点 你可以把圆柱体上面 所有的电荷 当作是集中在轴上面 把它当作一个 无限长的 这个直线 上面有 均匀的电荷分布 密度是Lamna一样 外面是这个 里头因为是导体内部啊 所以电场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带入 就是说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求电位差 你看 我每次要求电位差 这个式子都要写出来哦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零的话 我们慢慢做 我们先看这个R 大于大R的区域 你把这个带进来 然后这个是常数提出来 然后这是DR 这个到的就变成DR DR over R 这变成log R 然后这个上下键带进去 就是这个字 但是这个是电位差 现在这个设定要注意了 注意了 我现在先讲一种设定 这种设定不好 但是我们前面都是这么设定 比如说我设定R B的地方 是在无限远 VB就等于零 跟前面的设定一样 RA等于R VA等于V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就变成什么 这是R 这个是V 这是无限大 这个就变成V 对不对 等于无穷大 无穷大 我们再看 这个显示就是说什么呢 你把无限远的地方的电位 当作零的话 结果呢 在有限远的地方的电位 都是无限大 就你是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是零 结果一公尺 十公尺 一百公尺 一万公尺的地方 电位都是无穷大 那你这个球电位有什么意思啊 我们求电位 就是要把空间每一点 电位产生电位的高低 把它分出来 对不对 哪一点电位比较高 哪一点电位比较低 结果你通通是无穷大 那有什么用 那就等于你这种分法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 如果电荷分布于无限大的区域 你就不可以设定 无限远处的电位为零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有限远的地方 电位就是无穷大 没有意思了 那要怎么设定呢 我们不要设定 无限远嘛 我就假定 RB等于任意一个 有限值 假定是R0 我们设定 我们设定R0 就是在原柱体外面一点R0 它的电位等于零 那么RA等于R VA等于R 这样设定的话 V就等于 你看这个 变成R0 这就不是无穷大 这是一个定值啊 那你R这些一公尺 十公尺 跟一百公尺 这个值都不一样啊 那就分出高下来了 对不对 小于R的地方呢 因为任意两点 它的电位差 因为这是零啊 一是零 所以这是零了 所以导体里头 V就等于常数 那这个常数 我们怎么决定呢 我们还是由这个 Boundary 边界来决定 OK 因为电位有连续性 所以在导体表面 R等于R 大R的地方呢 原柱体外面的式子获得 所以 V等于C等于 这是外面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 外面一点的电位 R等于大R 就是这个值 这个就是 原柱导体表面的这个电位 但是表面也是里头啊 所以里头一点的电位呢 就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外面也求出来了 里面也求出来了 好 这个例题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刚刚说过的 它的电荷是分布成 无限大的区域 你看这无限长的圆柱体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可以假设 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零啊 不可以这样假设 不可以这样假设 由于电位具有连续性 以及当电荷分布于 有限区域的时候呢 我们可设 离电荷无限远处的 电位等于零 就是 有限区域的时候 可以这么设 如果是 无限 电荷分布 是没有限的 是像刚刚无限长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不可以像我们 刚刚那样做法 所以当电荷分布于 有限区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法 求任意位置的电位 也就是说 V等于E.S 也就是说使用这个 你把电厂 先求出来 然后再来 求电位 这个我们也讲过 这就是 VA-VB VA-VB 那么 VB就是在无限远的地方 等于零啊 所以这个设计 就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有限 电荷分布在有限区域 所以当R等无限远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V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求电厂 还有电位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求 你直接把这个 积分就是R到无穷大 这个R到无穷大就好了 OK 好 这个就是 当电荷 分布在有限区域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求电位 或者 这个就是由 电厂来求电位 这个是由电荷密度的 电荷的分布 来求电位 可以用这两个 可是当电荷分布于无限大区域的时候 这两个数字都不能用 像刚刚那个圆柱 无限长圆柱体 你不能用这个球电位 也不能用这个球电位 那么我们将会举这个例子来看